袁平 袁平 来了 妈 花到了 赶快给小云 会礼可以开始了 袁平 你怎么了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妈 谢谢 妈 我忘了 我车上的东西忘了拿 我去拿一下 婚礼就要开始了 你还出去啊 没事 我马上回来 帮我拿一下 谢谢 怎么会这么巧 小婷 婚礼 天心 你没事吧 让我看看 你来这里做什么 你都已经要跟别人结婚了 你这新郎官跑来追我干什么 我跑来追你 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当初 在我父母的逼迫下和你分手 我没有勇气 我没有担当 所以我伤害了你 如果我说 这三年来 我一直在到处找你 这三年来 我每一天都在想着你 三年 你 既然你永心来找我 怎么可能找不到我 三年啊 袁萍 你听我说 我 够了 你今天都要跟别人结婚了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我告诉你 我现在过得很好 所以我希望 你不要再重新 打扰我平静的生活 请你珍惜你眼前的幸福 请你珍惜你眼前的幸福 制作人送董事件 制作人发生 从未想到 你经过门了不如 你忽然说 我们没有前途 我爱你的程度 生得有些恐怖 逐渐成为你的包袱 你忍受不住 它是什么背景 什么身份 一个无父无母的穷人家女孩 也想进我们原家大门 休想 爸 别再喊了 我说不行 就是不行 还说我难满足 分手绝刀那样 你好像冷血动物 等着看我哭 可哭 你受过我什么哭 要把伤口彻底解剖到血肉 模糊 模糊 何不 放过相爱过的人 把情有的美 远平 我不想看你为难痛苦 我们还是分手吧 何不 可哭 润不 看到这面目 润凛 我对你说了谎 其实 我也一直没忘记过你 而现在 你已经要和别人结婚了 我只能深深地 深深地祝福你 祝你幸福 小姐 小姐 你没事吧 小姐 是她 护士小姐 我妹妹她怎么样了 她姓田 叫田心 田是田心的田 心是田心的心 就在里面 谢谢啊 不客气 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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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不见啊 田心 你怎么回事啊 医生 医生 田心 怎么回事啊你 医生 医生 我妹妹怎么了 她是不是被撞瞎了 撞龙了 还是失忆了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大声喊呢 她都不说话 小姐 请你先别激动啊 你妹妹她没事 没事啊 是手脚呢 有些擦伤 我们已经帮她擦过药了 休息一下就可以走了 擦 擦伤 这怎么可能啊 可是你看她 她都不说话 医生 她醒了 你来干什么 她就是 送田小姐到医院来的人 她就是 你们慢慢谈吧 我先出去忙了 我知道了 是你开车把我妹妹撞的是吧 你这个混蛋 你跟她有什么神仇大恨 你这么对她 请你说话客气点 谁开车撞她了 不是你 不是你 你会把她送到医院 你怎么那么好心啊 医生没有告诉你吗 什么 我的车根本没有撞到她 是她自己昏倒的 到了八辈子被了 居然开车在路上 都能碰到这位顾奶奶 我知道了 知道什么 这是你们设的陷阱 对不对 她先故意 假装在路上昏倒被撞 你再出面跟我要钱 你们姐妹是诈骗集团的 黑心积赖还真多 好险被我拆穿了 你 你说够了没有啊 你可以说话了 谢帝 谢帝 我看你才是诈骗集团 既然没有心要交朋友 干吗去相亲啊 见了面后悔了 就出言伤人 表面上嫌我们不合适 实际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你才是骗子吧 没错 我为什么这么做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说的是哪国话 我要清楚什么 我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好 无所谓 你就继续装傻吧 我也没有必要跟一个骗子 在这里浪费时间 你再说我是骗子 我就告你毁谤啊 你要告就告随便你 不过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 不要再继续偷鸡摸狗 因为你不可能永远这么幸运 什么什么什么 来来 神经病 花了多少钱 天心 天心 不值得为那个臭小子生气啊 别跟他一般见识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姐 我遇见了原平 刚好在结婚会场 他要结婚了 就是因为看到那个臭小子 所以你在街上才差点被车撞到是吧 我一直以为我已经忘记了 结果今天证明 我没有忘记了 尤其是看到他要结婚了 姓娘子不受我 心还是会痛 而且好痛 姐 我现在觉得 好难过 好了好了 只能说你们两个没缘分 不过 他结婚了不也是好事吗 你就可以放下他 就可以重新再交一个男朋友了 对不对 好了 别哭了 啊 嗯